Hello Homies 我们现在收听的是克莱美特宅报导 让你宅着就知道国际气候能源大小事 Hello Homies 这礼拜只有18号来陪伴各位 相信大家非常开心 因为18号要给大家来点special的 不是单纯的分享国际气候能源宅话 而是要来给大家世界银行在6月6日最新发布的 全球探定价现况及趋势发展报告 就让18号继续念下去 你们给我听下去咯 首先报告指出全球探定价制度虽有新的成长 从2018年46个探定价制度增加到57个 其中排放交易制度有28个 探税则有29个 此外现行的探定价制度也强化了原本的管制 更好地回应其各自的减量目标 例如冰岛于2019年时提高了10%的探税 以符合冰岛的国家减量目标 葡萄牙也宣布将废除相关的免税额规范 以强化看税管制的效果 而除了上述各国区域的实践 相关重要的全球组织 例如国际货币基金 世界银行等也分别要求大排放用户的探定价倡议 以及气候金融发展上推行赫尔心机原则 然而这样的进展人距离巴黎协定的目标有相当大的距离 目前全球195个巴黎协定的会员国中 仅有96个国家与各自的国家自定贡献报告 声明将透过探定价机制作为减排的手段 而全球57个探定价机制中 仅涵盖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20% 这些被管制的温室气体中 碳价的价格从每公吨排放1美元到127美元不等 然而有超过51%的被管制温室气体的价格 每公吨的排放得低于了10美元 因此报告指出 如果要符合巴黎协定的长期气温目标 必须于2020年前将碳价提升至每公吨排放40到80美元 2030年前则需要再提高至50到100美元之间 而这样的碳价水准目前仅有5%做到了 例如法国、芬兰、挪威、瑞士及瑞典 接下来跟各位好朋友分享的是 碳定价制度的两个重点趋势 也是碳定价2.0 首先2019年最新的报告中 扩大了碳定价制度的思考范围 从原本碳税、排放交易制度 扩大至化石燃料补贴改革 以及燃料税等议题的讨论 因为在过去 无论是碳税或者是排放交易制度 在他们的政策沟通过程中 总是因为制度所创造的利益难以辨认及计算 而且通常发生于较远的未来 相对的它的成本却总是立即潔进在眼前 导致无法顺利的进行 而将化石燃料补贴以及燃料税等思考的纳入讨论 可以让人民了解到 其实我们的碳排放糟也被价格化了 尽管是以贴钱的方式给污染的排放源 而第二个碳定价制度的趋势 是私部门也开始扩大企业内部碳定价的试用 而创造了更大减碳以及减缓气候财务风险的机会 化行客户融资的申请以及其产品服务的碳足迹 并将碳价作为评估气候风险政策的主要指标之一 最后最后 从法国黄背心的运动事件中 我们也可以发现碳定价制度的顺利推行 仰赖高密度的社会凝聚力以及共识 必须要在制度规划的初期就让公民参与其中 特别是强调碳定价制度 可以促使整体社会与地方共善的讯息 以及如何重新分配碳定价制度的社会利益 以及避免冲击社会脆弱群体的赔讨 而具体来说 提升共识的做法包含了 有策略的利用碳定价收入 渐进式式行式的碳价制度 以及必须要严谨设定的整体的沟通策略等等 才能够顺利有效的推动碳定价 以上就是本周的克莱美特宅报道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